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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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暈 大家你們知道來台南 知道 你一定要吃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的就是 沒錯 他聽得懂耶 是啊 但是 我帶你們去一家 跟你們隨便 沒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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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湯 圓真你很厲害喔 知道來台南就是要吃溫體牛肉湯 但居然 你還有我們沒吃過的牛肉湯名單 這也太神奇了吧 看社家店高朋滿座的樣子 美食應該很厲害喔 老闆好 你們好 聽說 我住去愛玩 可是這麼久都沒有吃過 你們這裡的牛肉湯 有什麼不一樣啊 絕對沒有吃過 因為我們的牛肉湯 是用牛腹肉做的 所以吃起來它的口感 還有牛肉的鮮甜味 會比較好 老闆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 真的好香喔 是老闆的牛肉好吃 哎唷 相信很好吃 那先吃 完成了這樣就可以先吃 好 觀眾朋友們給你們看喔 好香喔 很美 真的是台灣之光 非常有名 台南牛肉湯 超香耶 味道剛好 非常好 清甜 在西方喔 我們吃的這種牛肉湯 是比較鹹 然後呢 裡面有時候我們加一些洋蔥 味道會比較重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真的會吃得到 原味的那個牛肉的那個 口感 那個肉的品質 都在裡面很好吃 都沒調味的牛肉餒 好香喔 好軟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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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油花的品質 真的不太任何調味了 很好 很好 我覺得那個肉跟那個白色 這個 油花 油花跟肉比例很好 是 很軟 然後這個湯又把那個香氣 不再太滋了 是啊 位於建平路上的 溫體牛專賣店 老闆選用當天 現殺最新鮮的台灣牛 淋上用秘密武器 甘蔗與蔬菜熬煮的滾燙高湯 更襯托出牛肉的甜味 難怪淵珍要大推薦啊 好好耶 好棒耶 可以吃很多 真的可以吃 可以 那今天吃牛肉湯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我爸媽媽 配一碗 牛肉肉造反 不是蘿蔔飯喔 就是蘿蔔飯 牛肉的蘿蔔飯 牛肉的蘿蔔飯喔 沒吃過耶 應該是很小見吧 對 很少 很少 你沒吃過 我是吃過的是羊肉吃過 豬肉就不用說了嘛 台灣全部的地方都可以交到 但是這種牛肉的 什麼 不可能啊 真的不可能啊 很小見 而且牛肉很漂亮 比較像那種日式的感覺 超漂亮 好吃嗎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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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超好吃 真的 滷得很好耶 味道很進去 很好吃耶 而且蘿蔔很碎 就是很軟 很綿 愛上了 真的愛上了 對啊 真的愛上了 不是可以續碗嗎 自己嗎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很好耶 真的很好喔 利用牛瘦肉烹煮的牛肉罩 香氣四溢又不油膩 更是來店裡 一定要點上一碗的獨家美味 這家店厲害得不僅如此 招牌要登場啦 哇 烏骨 這麻辣很香耶 是啊 這邊是麻辣的 這邊呢 這邊是用蔬菜熬煮 還有牛大骨熬煮的湯 湯 不同的 比較蔬菜的湯 是啊 蔬菜牛骨湯 兩個不同的口味 好好喝喔 真的很棒喔 真的很像那個有玉米的 玉米味道的高湯 另外一邊這個是 牛骨麻辣 牛骨麻辣 它是微辣的部分 今天就好了 有一點點pink的樣子 可以了 看它軟軟嫩嫩的 它起來好香喔 怎麼了 有點QQ的感覺 太Q了 對啊 而且它這個光紋 就知道那個麻辣味道 厲害 可是這個麻辣不會辣 應該是太好了 怎麼沒有辣 對啊 我吃 沒什麼辣 一點點 好香喔 真的很Q耶 老闆 老數也剛剛好 你大多分了 讓我們吃這麼厲害的美食 現在觀眾朋友會一開始說 到底有這麼厲害嗎 真的有 我告訴你來這裡 相信我 最多會喜歡 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主廚嚴選的牛腹肉 算盡老闆為台灣牛 特別研發的牛骨麻辣鍋底 麻辣的香氣 完全不會搶走牛肉原有的鮮甜味 入口更是多層次的表現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感受啊 接下來 必吃的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厚片的感覺 我介紹一下 牛腥的大動漫 這是一個館子嗎 它是一個館子 那我們就是把它 就是分切的部分 吃起來會很脆 有點像那個海鮮 好像魷魚一樣 對…超棒的 超棒的 你覺得什麼樣 我覺得這魷魚一樣 真的是魷魚 就像魷魚 可是比較高級的魷魚 比較高級的 不是高級的 比較高級的魷魚 比較高級的魷魚 很高級的魷魚 很高級的魷魚 人家下來跟他說 年年魷魚 給他一個紅包 老闆 好棒 真的好棒 老闆說 這白白的牛脆子 是選用牛胸口僅有的 特殊部位 有別於脂肪的油膩感 涮過後QQ脆脆的口感 真是讓人想一片接一片 店裡除了牛肉火鍋外 還有不一樣的牛肉熱炒 下次來台南 千萬別錯過這家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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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